上下拌一下你看一下这粉丝好不好 是不是把这个菜的鲜汁都让它吸收了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海米烧丝瓜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鲜汤来 粉丝用开水给它浇上 大致十分钟就好 葱 多放 一切两半 细点切 切出这个葱啊是弯按形的啊 又叫呢小梅毛葱 好了 接下来把这个蒜拍 然后把这个蒜剁碎 剁成米粒状啊 大米粒多大它就多大啊 都可以 放在这儿 干海米可以用水洗一下啊 然后呢或者用水温水泡一下啊 都可以 我不泡啊 直接把它剁碎 剁得越碎越好 然后下锅一炸这个香味就上来了 看看朋友们啊 这个放这儿 胡萝卜 切成三毫米厚的片 再切成丝 你说我没有胡萝卜我不放 行不行 行啊 但你要放上它就好看啊 如果你喜欢辣 你就把它呢变成小红辣椒小米辣都可以 那个炒出来的颜色会比它呢还好看啊 朋友们看一下啊把这个丝瓜打一下皮啊 打好皮了 洗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花顶去掉啊 要是老的可以一切两半把中间的羊子去掉啊 像这样你看啊 里面都看不着籽 你就不要再再给它去羊子了啊 要这样像我切啊 一公分半厚 叫什么呢 金钱堆啊 菜堆那个堆 放上一点盐 刷一下 这些盐 拌一拌 刷多长之间呢 五至十分钟都可以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粉丝 粉丝泡好了 嘴巴给它闭出去 这样切一下 看看 哎这样就行 看一下开锅 把粉丝呢 这样烫啊 捞出来 我们炒完的菜啊 往上面一堆放 汤汁就出来了 然后呢 正好 让这粉丝吸收了 你在吃的粉丝啊 相当相当的鲜 丝瓜 看看 看看下面的水啊 水出的这么些 现在可以这样 用手呢 这么烧 转一转 好 现在是 八分钟 八分钟呢 基本上这个盐呢 能渗透到煮料里去了 啊 从而呢 这个煮料现在有咸淡味的 啊 怕 把水饭炸出去 现在呢我们加这个油呢 叫 猪大油 啊 猪大油 把这个 中海米下锅 刷 炸 榨香 放入 葱姜蒜 排 蛋 炸 盐 就是 他们也可以 défin 在这里呢,把盐口要处理好,因为太重,这个菜呢在锅里位置三分钟,让这个料呢继续入味儿,让它开上锅,焦上小火,好了,一会儿见。 我们都知道这个菜啊,在家炒不好,不好吃这个菜啊,但你记住一个事,我这个菜我向你保证非常非常的好吃啊,看看这身,这勾气啊,直接往粉身上一堆放,这个菜就做好了,绝对绝对性的好吃啊,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汤汁啊, 马上就震出来了,看看,现在呢,上下拌一下,你看一下这粉丝好不好,是不是把这个菜的鲜汁都让它吸收了啊,中海米那个鲜,蚝油的鲜,生汁的鲜 好棒啊,吃的菜非常清爽,利落,吃的粉丝非常的鲜,非常的脆,入口揉中脆,有嚼劲,吃的才熟过,也就是说,粉丝别给烫,到了时间过长,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有什么需要的话呢,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谢谢诸位观看